新节目 早晨 今天是復活节的第一个主日 上周就是復活节主日 所以今天是第一个主日 在教会一定的经文 通常大的节期 我们是有几个星期去纪念復活节 所以今天我所选的经文 就是跟着復活节之后 所以昨天所讲的都是復活节之后 跟着这个节期的经文 还未出来 正在离 经文就是用以罕福音 以罕福音 未见而信有福了 我们一起去读 总共有十一次圣经 有人欢迎二十章十九到二十 二十章不是二章 我打笑一个字 二十章 好 我一起读十九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门徒因怕犹太人 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差遣了我 可也照样差遣了我 可也照样差遣你们 谁的罪就不得赦免 那十二使徒中 有个叫底土马的多马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其他的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马却对他们说 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 用我的手探入他的立行 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 说愿你们平安 然后他对多马说 把你的指头伸到借里来 看看我的手 把你的手伸过来 探入我的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马回答对他说 我的主 我的上帝 耶稣对他说 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 那没有看见却信的又福了 我们尝试回到耶稣復活那一日 看看那一日发生什么事情 在七日第一天的清晨 摩大拉的玛利亚和几个妇女一起去坟墓那里 发现石头拿开了 他们很惊恐 没有查清楚天中黑的时候 就回去和门徒说 耶稣的身体不见了 然后约翰和彼得就走到坟墓那里 彼得和约翰去的时候 约翰先到 因为他比较年轻一点 走得快 彼得后来就到 约翰没有进入坟墓里去检查 但彼得进入坟墓里去 圣经记载一个很奇怪的就是 他看到果尸布和果头巾是没有移动过 仍然放在那里 意思就是 尸体不见了 但是尸体不见了 一般来说 如果你把尸体拿走 你一定要把果尸布拆开 放在一边 或者连果尸布一起搬走 即成构拿走 如果你不能把尸体拿走 就应该把果尸布拆开 然后把果尸布放在一起 就不是形在那里 形在那里的意思就是 身体不见了 但是果尸布所包的形状 没有改变 就像一个蚱颈 蚱走出来 空壳 这个我在几年前说过 约翰的记载 这一点很独特 所以他印象很深 接着 一看就说 见到就信 信什么呢 信耶稣复活 信身体不见了 这个信是带走很大的疑惑 所以接着一句就说 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复活的事 就是他见到信什么呢 尸体真的不见了 但怎样不见了 是复活 还是被人偷 其实 他们不知道 带着惶恐 而说 伊汉和彼得 就回到门屋那里 没有再提 也不敢说 心情就是这样 很奇怪 好了 末大拉玛利亚 就回到墓墓 其他妇女再回到墓墓 其他妇女再回到墓墓 等一段时间 那些妇女走完 就剩下末大拉玛利亚 后来末大拉玛利亚 看到耶稣 不认得 直到耶稣说话 他才认得 接着 我们看到耶稣说 不要摸我 他说我还未升上天 就是不要纏着我 他说你回去和门屋说 于是末大拉玛利亚就回到门屋说 我看到主了 耶稣真的复活了 那个门屋很惊讶 真的看到主 当中有两个门屋 就离开他们 就去以马吾斯 都是同一天的 就是上个礼拜日 去以马吾斯的途中 耶稣向他们显然 这个是路加风记载 而在图里面 耶稣一直跟这两个门屋聊天 他们认不出耶稣 直到太阳偏西了 由耶路撒冷去以马吾斯 大概要走三个小时的路 所以他走到大概三点钟 三点多四点钟 太阳偏西了 他们就说 我们不如去村里 这两个门屋和耶稣去村里 在那里 耶稣就坐下 抹饼 这两个门屋就认出 哎呀主啊 耶稣就不见了 接着这两个门屋很惊讶 立刻就走回耶路撒冷 当他们走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天已经黑齐了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就向这帮门屋显然 所以这个上个礼拜日 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情 《路九福音》和《云福音》所记载 我们要明白 回到那个情景 这帮门屋很惊讶 马利亚看到 这两个门屋也看到 其他使徒也看到 现在耶稣显然的时候 就是在他们聚集的时候 圣经怎么记载 刚才读的经文 你记得 门都关了 对吗 耶稣显然第一个特征 在这里出来 门关了 但耶稣可以进到里面 没有说开门 敲门 然后被进来 突然出现 为什么呢 这个特征就是保罗 在哥伦多前书十四章所说 我们有血肉的身体 血肉的肉体 復活的时候 是灵性的肉体 是肉体 但两个肉体不同 我们这个是一个血肉的肉体 摸得到 见得到 不能够穿墙 不能够迫 但耶稣基督復活 是一个灵性的肉体 灵性的肉体 和我们肉体的相似地方 它不是云 云无骨无肉 所以耶稣是可以摸的 可以吃东西的 但因为它是灵性的身体 因为它是不受这个时间空间 不受这个墙壁所限制 所以它不需要敲门 它就进来 并且它和两个二马五师的门徒 见了面之后 它突然消失了 不见了 它不需要 不需要拜拜 我走了 看着背影慢慢消失 是没有这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特征 灵性的身体 当基督见到它的时候 祂就跟祂说 愿你们平安 这句话就回应 《药福音十四章》所说 因为在《药福音十四章》 耶稣说 祂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 是世人所没有的 而当基督离开的时候 他们很惊恐 没有了基督 没有了平安 钵十字架 很害怕 想缓了关系 经着犹太人 来找他麻烦 经着不知哪个第二个 又拉他钵十字架 但现在耶稣再显然 那种复活大能 就是愿你平安 没事 我并没有死 我并不是 是长存坟墓 带着能力复活 然后耶稣基督对他们说 父怎样猜显了我 我也照样猜显你们 这就是耶稣基督向他们 显现的一个很大的使命 耶稣基督是上天所猜显下来 全盛救赎 如果耶稣现在升天上去 所有事情就完了 但耶稣基督要向他们说 是未完的 基督猜显他 上帝猜显他 上帝猜显他 上帝猜显是未完 是要透过门徒 继续将上帝的使命 传扬出去 所以当耶稣基督欲生升天之后 我们就成为基督了 保罗怎么说呢 你们是基督的身体 你们就是基督 所以今天我们带着这个使命 这个位分很高 我们在这个世上彰显上帝的大能 彰显这个使命 我们就是基督在世上欲生的显现 不过是以群体的形式显现 而基督徒以教会来显现 所以这个奥秘 我们有这么高的位分 接着他就说一句话 你们赦免哪个罪 哪个罪就得赦免 留下哪个罪 哪个罪就留下 这是一个权兵 教会权兵是代表上帝 就是向犯罪悔改的人宣射 而这个宣射是完全有能力 完全可靠 这个就是权兵 所以教会今天是带着这个权兵 在这个世上去释放被罪捆绑的人 一个真心悔改的人来到教会 他就得到平安 因为他知道他的罪已经被赦免 基督实际上为他成就救赎 他补血洗净我们 所以这就是教会的权兵 接着就向他出口气 就说领受圣灵 这个圣灵是没有贯词的 就是没有贯词的 所以这个圣灵就不是 第三位的圣父圣子圣灵 就不是那个圣灵 这个圣灵领受圣灵 就是领受能力的意思 这个灵就是一个灵的能力 从上以来的能力 带着能力去施行神给我们的权兵 圣灵什么时候才降临呢 就是五旬节 所以领受圣灵之后 他们仍要等候五旬节 圣灵降临 那个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那个五旬节 这个就是上个星期所发生 在发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插曲 今天就要跟大家讲多玛 多玛被人觉得是很怀疑 刚才我们读经文怎么都记得 就只要是他不在 他和门征说 他说我一定要伸手摸摸摸牙蜂 要贪摸你手的等等 我看看多玛 多玛在四卷福音都没有记录 除了耶稣福音 耶稣福音记录多玛总共有三次 这三次都有趣 第一次在拉撒路复活 当时耶稣叫拉撒路复活 然后耶稣说他要去犹太人 但当时杀鸡重重 因为犹太人看到耶稣叫拉撒路复活 当时犹太人心里说他这样不行 这样影响力太大 于是他们合谋在样方记载 不单止要把耶稣杀 还要把拉撒路也杀 所以他的杀鸡是大家感受到 我们记得玛利亚为什么用香膏抹耶稣 因为玛利亚也很害怕 不知道耶稣过几天会有什么效果 所以玛利亚趁着耶稣还没死 赶快用香膏抹煮 在这样的杀鸡重重下 多玛竟然是豪气壮志 多玛怎么说呢 当耶稣说我要去犹太人 其他人说不行很危险 多玛说死就死 我们去 所以多玛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也和他同死吧 多玛说怕什么 我们一起死 豪气壮志 当然你会看到多玛就是这样的人 不怕死 好了 第二次 在最后晚餐 要看你记得很有趣 多玛的性格 在第二次又突映出来了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说了一篇道之前 祂说我要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预备好之后要接你们 然后耶稣说 你知道我去哪里 那你们也要去 那多玛就抗议了 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去哪里 因为耶稣没有说清楚 那我去哪里 其他门徒有疑惑 但我不敢说出来 但多玛不是 他有疑惑就是说 多玛就说 他说你告诉我去哪里 所以多玛是一个深夕口快 好了第三个就是这里 第三次记载 当耶稣复活之后 多玛不在场 那多玛就说 耶稣真的出现 他我不信 除非我真的要摸过他 我才相信 多玛这样说 就给人家有一个感觉 多玛这个人是怀疑主义 这个人是一个很不信的 是一种理性的 其实如果我们小心看经文 我们发现不是这样 多玛他说得这么坚定 这个人正正代表了他一个很想相信的心灵 但因为他当时的情绪 我们可以用当时的情况来思想一下 表面看来 多玛是一个极端的怀疑主义 但其实多玛是很失落 以至他用这样的说话安慰自己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们一起去旅行 大家去旅行玩 或者去台湾狗坟 有很好吃的东西 刚刚你就没有去 刚刚你不去厕所 或者有人叫你出去 你突然发现在天上没有吃 吃得很好吃 吃到一个人就像上天 小玛跟你说 你真是热书 我们刚刚吃了很好吃的东西 你的情绪是很不开心的 我刚刚不在 你又找到最美的东西 那么失落的心情 就给你这种反击心 就是很聪明吗 我又不相信 那么好吃 除非你给我吃过 我才相信 心情是这样 因为多玛当时他不在 他见不到主 很失落 所以他还用了一个心 他说我除非见到 他安慰自己 他只是安慰自己 在这样的心情下 就被人觉得他怀疑主义 但我们看回经文 其实不是这样的 第二次了 第八天 星期日是第一天 然后星期一是第二天 下星期日就是第八天 对吗 两次都是主日 就是耶稣复活的 有意思的 早期的门徒 他们是去安息日 即是犹太人的安息日 但基督的显念两次 都是在他们复活的 那一天 即是七日第一天 即是第八天 沙拉门徒去纪念主 就不用安息日 就用主日 就是主复活的日子 第八天 今次耶稣再显现 那耶稣显现的时候 也是用愿你们平安 问候他们 接着就叫多玛 他们过来摸摸我 多玛这个时候 有没有去摸摸 没有了 他见到主很满足 所以当时多玛 他就给了一个最高的认讯 我的主 我的上帝 你知道这个认讯 在四福音和小行传很少见 因为四福音和小行传所说的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和上帝本身 在犹太人的观念是差一层的 但多玛不是说 我的主 我的上帝的儿子 不是 他将耶稣基督等同上帝 当看到基督复活 这个荣耀的身体 他再不是 好像以前那样 将耶稣作为一个拉臂 或者神的儿子 他将耶稣等同上帝 我的主 我的上帝 就成为了后来的信经 一个最高的认讯 所以今天说 我们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 是上帝 接着 耶稣 就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 是很有意思的 他说 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 那没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看见主而信 不是代表盲目去信 没有看见主而信 是他听过神主的说话 我们说没有看见主而信 那个主是福活的主 大能的主 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福活大能而信 就有福 而第一个 没有看见主的福活大能而信 是谁呢 就是强盗 强盗在耶稣衰到贴底的时候 而去信 所以强盗的信很大 跟耶稣一起跟十字架 一起被判刑 他自己都搞不定自己 怎么教我呢 但是在这个时候信 所以强盗就是第一个 因为没有见到主的福活大能 和荣耀而他相信 但是这句话还有一个意思 因为耶稣用这句话 他不是用一个现在式或过外式 他用一个完成式 是who had not seen me 他不是who do not see me 那是有意思的 这句话其实是有意思的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中文没有 中文没有完成式 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原文的完成式去解释一下 如果do not see me 就根本是见不到主 但had not seen me 就是还未见到主 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未见到主 就是我问你出了粮没 还未出粮 还未出粮呢 就是会出的了 除了亚氏之外 就是会的 因为公司又没有事 一定会出粮 但如果你发现老板走的人 公司倒楼 那又出粮了 没得出了 就没有粮出了 两个同不同 是不同的 一个还未出粮 不过很快一定会有的 过两天就会有了 但没有粮出 根本是没有的 所以两个不同 好了 你去接机 去到机场 已经wap set了你了 我到了 现在很厉害的wap set 但你接不到他 一直都没出来 朋友打电话给你 接了他没有 还未见到他 就是说Headlock scene 就是说到现在还未见到 不过很快会见到 因为他在电视里 不知道搞什么 后来先做完 行李扣住了 等了一整个小时 但是你知道 他一定会出来 他不会被人遣到其他地方 好了 这个就是Headlock scene 但如果你发现 他现在没有上飞机 他根本没有坐飞机 那你怎么说 我不会见到他 因为他没有上飞机 他今天不在 你知道吗 好了 耶稣是特别用一个圆程式 他意思就是说 到现在为止 还未见到我 但是你一定会见到我 这些人 因为还未见到 在这一刻 还未见到我的人 而相信是有福的 因此这个信 就不是盲目的信了 是因为他见到信徒的见证 见到使徒所记载下来的 便是见证 所以他是很有理由的 知道 虽然这一刻还未见到 但是将来一定会见到 而且可能很快会见到 这个就是Headlock scene 所以在文化上 耶稣那句话 不是跟多玛说的 是跟我们说的 耶稣怎么跟我们说呢 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四章 耶稣十四章说 他说我若去 为你们预备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就是耶稣说 我先去 去预备再接你们 我们现在还未见到 但是我们有信心 就是那些仍未见主的人 因为他见到有很多的见证 有很多的使徒的记载见证 所以是有信心 知道主会回来 而相信他 那这些人就有福了 所以那个未见而信 就是还未见 但已经相信 现在未见 虽然眼未见 但是信心是建基在信徒的见证上面 而相信 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 叫人盲虫 或者盲目的 你信也有 不信也没有 从来也不是 基督教是一个活的信仰 透过弟兄姊妹的见证 透过耶稣基督在众人的作为 我们去相信 是有根有据 不过我们见不到 到将来会见到 未见复活的主 但见到门徒的见证 所以我们今天的信 是建基在使徒的教训 历代信徒的见证 和弟兄姊妹的见证 没有看见 却信的有福了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信 是有根有基 1597年 2月5日 日本当时的一个家族 封神受吉 如果读日本历史 也很熟悉这个人 当时基督教传入日本 封神受吉 非常痛恨基督教 他要把那些信耶稣的人 全部自他死罪 当时在长期处决了26个天主教徒 有四个是西班牙籍的传教士 有一个是墨西哥籍的修士 一个是葡萄牙籍的修士 另外有20个日本籍的信徒 后来这26个信教的人 被封为日本26圣人 不过我们要说的是第26个 因为他判处死刑的时候 不是26个 是25个 只有19个日本人 判处死刑的时候 他们要走一条很长的路 去到海边 然后钉他们上十字架 要他们处死 走的途中有个年轻人 跟着他们 这个年轻人 就看到这群基督徒 他们所做的 他们的生活 是令到他们很感动 他们那种的爱 他们对基督的信心 他们所行的 所说的 是令到这个年轻人很深的印象 当他陪着这25个人一路走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走到中途的时候 就说 他说 我都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我已经接受了耶稣 我愿意和他们一起 接受这个死刑 后来日本的官兵 就把第26个年轻人 就是二十多岁 就把他们一起绑上去 他之前是没有加入 没有去洗礼 但是在这一刻里面 他因为看到这群人所做 他看到他们 所以他相信 没有见 但是他相信 他被封为 第26个圣人 2012年 我去访问四川 当时带来一群学生 中神学生 我去访问四川大学 当时我去访问道教学院 四川大学就是以道教和历史出名 在一个晚宴上面 就负责招待的一个国内学者 他就跟我说 他是杨博士 他说有一位教授 他知道你是牧师 他说今晚一定要和你坐 行不行 他问我 我说我不认识他 是一个姓张的 是一个女的教授 我既然他这么坚持 我说好了 我说今晚就让他和我一起坐 可能他有话跟我说 我不认识他 我还没见过 那晚吃饭的时候 这个姓张的教授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有牧师 我知道你有牧师 他说你没有听过一个人 没有读过圣经 没有去过教会 没有听过道 也没有接触过任何的传道人 而他自己就信了耶稣 他有没有可能 当时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说如果有都是上帝大能 我说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他说我就是这个人 他说我没有回到教会 没有读过圣经 从来没有试过祈祷 也没有跟任何传道人聊天 他说我就是这样 决志要信耶稣 那我就问 我们怎么会信耶稣 他说 在我整理一些历史 他是负责历史档案的 四川大学 有一个很出名的医学院 西南的华西大学医学院 以前叫协和大学 就是今天的四川大学医学院 他在整理那个学院的档案的时候 他就发现有一个人 就叫蘇道扑 他是加拿大奖务会 他拿到博受学位之后 他亦受了一些神学训练 他就去了协大学里面 去教书 在这个医学院里面教书 那他星期日呢 他就是去广道的 这位的蘇道扑 他就在1930年 某个星期六的夜晚回家 就被一个贼搶他赢 他就插了刀 之后呢 他就昏迷 后来他醒了 他一醒的时候 他就跟他太太说 他说 他请你向学校 转告中国政府 不要因为我受伤 就是叫他不要去找他自己的英国政府 他也不要因为他的缘故 令到中英关系恶化 但不单止这样 他跟我太太说 他说 那个贼猴是捉了的 他说你要去探访这个贼的妻子 他这个贼一定是走投无路 他才会去抢东西 他去看一看 后来他太太真的去探访那个贼 就告诉他太太有两个审人 很窮 走投无路 所以他才去抢东西 不慎插了他一刀 那苏导扑 他后来就 因为这件事就去世 那几天他死了 他的太太不单止是没有告他 他还劝政府不要判死刑 他还去帮助他的太太和我两个审人 故事都很长 从下短讲 这位张教授一路看书信 他说 怎可能一个人有这么大的爱心 在书信里面他看到 他说耶稣钉十字架就说 父下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他说究竟耶稣是什么人 这个苏导扑究竟是因为耶稣是什么 有这么大的爱心 我完全不明白 他在我的文化 在我的整个人生里面 我完全不明白一个人可以爱人爱到底 于是他就跟天上的耶稣说 他说如果你是真是神 有这么伟大 我就要信你了 所以他是这样 就跪在窗前 就跟这个神说 他说我要相信你 后来他信了之后 他就先去找教会 他见到那个时候 他已经在一个家人教会里面 有参加查经班 他说我在圣经里面所学习真的好 他说我让我找到一个真理 他是没有见过的 甚至没有听过 但是因为一个死了的人仍在说话 而他因为这个缘故 他相信 所以这种的人 就是正正耶稣所说的 未见而信 这个信是有根据的 不是盲目的 不是说你信就有 不信就没有 你信了 闭上眼去信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留意弟兄姊妹所经历的上帝 正正就是给我们信心 建立我们信心的很重要的一些资料 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经历的苦难 看见弟兄姊妹经历上帝的恩典 这个就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 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没有人再见到他 但他以群体的形式 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的生所做 所见所行 就将耶稣基督彰显出来 人所见到的 虽然见不到耶稣 但是所欣赏我们所做 但是所欣赏我们所做 这个 什么时候都劝鼎姊妹 我们真的不要错过一些很重要的聚会 如果有时候我们可能很后悔 我们要留意鼎姊妹的经历 在他们当中的学习 因为耶稣基督就活在我们当中 未见疑顺有福 我们同喜立 我们同心的祈祷 亲日主我们感谢祢 因为主祢在天上被差派下来 然后祢将这个差弦使命交给我们 叫我们经历主祢所给我们的恩典 叫我们能在生活上 恩着主祢的爱 我们彼此相爱 当你的爱被彰显的时候 人就见到主祢 虽然我们的眼睛未见到祢 但是我们相信 因为我们的信是建基在使徒的教训 弟兄姊妹的经历 圣灵的工作 以至我们相信 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求主帮助我们 珍惜弟兄姊妹的相交 更加在生活上 看到复活的主 仍然在我们当中 我们祈祷奉主名求 诚心所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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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